记者杨国文台北报道, 郭剧女王菲姐, 本名干预会, 多年前与同居35年的男友丁杨基决裂, 曾怒控把她打盼40年做起来的官文公司夺走, 双方眼神多起官司, 其中菲姐指控丁杨基侵吞她多年应得的股息, 红利约千万元, 一审判她败诉, 上诉后, 高等法院金开庭, 丁南卫出庭, 菲姐出庭耿也批评丁太可恶了, 呼吁丁要有良心, 赶快出面解决, 枪声说否则将号召粉丝声援她, 进行大规模抗议行动, 68岁的菲姐指控, 自1988年起就是官文公司的股东, 但她从未收到官文公司分派的股息, 红利丁杨基身为官文公司的负责人有待乎职守而侵害其权益, 让她受到约千万元的损害。 不过, 一审认为, 官文从未召开股东会决定分配盈余, 如是菲姐是股东, 也无权请求分发鼓励, 前年判她败诉。 菲姐不服, 上诉高等法院之前, 菲姐一审败诉后, 增生请假扣押官文, 丁南相关资产, 高院今年3月以财准假扣押, 查封官文及丁南个人名下三处房产, 高院今开庭, 传菲姐, 丁杨基出庭, 丁伟道庭由律师代表发言。 菲姐停前受访痛批, 丁不出面, 也不接电话, 且不让她进公司, 太可恶了。 她嫉妒, 没想到必须和同居的枕边人打官司, 希望丁摸摸自己良心, 不要一直拖下去, 应出面解决, 丁一毛钱都不给, 这口气我吞不下去。 对此, 丁的律师主张, 股东只能请求公司召开股东会分派盈余, 此和已经确认分派盈余而被侵害的情形是不同的。 丁的律师主张,